欢迎收看6月17号的台视晚间新闻 我是乌凯文 国内今天新增175例本土确诊 另外有19例死亡个案 不过这几天引起大家关注的是 全台扩大施打疫苗之后 频传猝死事件 来看到双北市有6例 新竹县市3例 台中6例 云林2例 桃园彰化 嘉义市跟南高平地区各有一例 目前已经累计23例 张哲打完疫苗之后猝死的案例 台中今天这一例是洗身患者 打完疫苗之后发烧 送医后仍然不治 这也让还没有接种疫苗的长辈 跟家属相当的忧心 就怕没打还没事 打了反而有生命危险 不过到底施打疫苗跟猝死 有没有关联性 相关单位还在里面 日本捐赠的AC疫苗 正在全台开打16号传出多名长辈 疑似打完疫苗后猝死案例 相隔一天在苗栗 一名85岁阿嬷15号 打完疫苗16号出现身体不适 一度失去生命迹象 经过送医及救财 恢复心跳 加护病房还在救治当中 17号又传出及起猝死个案 桃源一位90岁老翁16号 打完疫苗后出现身体不适 结果送医不治 而在台中80岁洗肾长辈 接种后发烧 透过电话对着家属狂喊救命 紧急抢救人救 毁天法术 医师已经判定跟疫苗无关 到底AZ它跟死亡的关联性是什么 不应该把这样的评估工作跟责任 加注在人民医护人员身上 另外在云林也有两位长者 本身有慢性疾病 同样一次打了疫苗后 身体不是死亡 县长跟中央来协助我们家属 处理这个AZ产生的不良后果 家属悲痛县长张立正也到场慰问致意 只是打疫苗原本在提高保护力 却频传长者猝死 也让台中上府施打疫苗人数少了一成左右 今天比昨天少了一成五 但是我们比第一天多了一成五 变化的幅度并不是那么多 不过在张话 疫苗施打率并没有降低 高达九成五 卫生局长叶燕博 还是鼓励长辈打疫苗 老年人其实是蛮适合 施打的一个疫苗 重症的预防 效果都很不错 到底施打疫苗和处子 又没有关联性都还有待 相议敌清 记者送不到